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深受全球欢迎的英国流行音乐家洪发爱德 Ed Sheeran 唱出许多经典情歌 然而自他走红以来 抄袭的麻烦一直如影随形跟着他 近期在被Structured资产销售公司控告 支出由洪发爱德所创作的热门歌曲 Thinking Out Loud 抄袭70年代灵魂乐歌手马文盖 Marvin Jai The Let's Get It On 并向红发爱德所长至少一亿美金 约新台币30亿 根据卫报报道 拥有部分马文盖 Marvin Jai 歌曲版权的结构资产销售公司 Structured Asset Sales 指出他的歌曲Thinking Out Loud 不管是在旋律、节奏、鼓声、贝斯线、幕后合唱、节拍及合声都一模一样 明显听得出抄袭 他们则是在2003年买下 Let's Get It On这首歌的版权 红发爱德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指控抄袭 传唱金曲Photograph 被第七季X Factor冠军英国歌手麦特卡德尔 Matt Cardell 控告抄袭了他的作品Amazing 最终红发爱德付出高额赔偿金与Amazing的创作人达成庭外和解 然而 近期也有不少人发现Honger Shape of You和90年代R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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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